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淳修 首先介紹這一節 跟我們討論最新話題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陽明 家叫我愛 以及陳惠文 惠文哥 來 邊 看看今天的最新消息 很多的颱風後續 仍然會被鎖定在黃捷身上 因為黃捷委員他的一些發文 就說很多支持者 在現場給他加油鼓勵 拍手拍到黑塵 手都紅了 所以今天網友幫他取了一個新名詞 有叫做子手足 手足 子手足 女神 拍手拍到發紙 新越南教主 為什麼 因為他說很多的鄉親給他的訊息 都是支持跟鼓勵 他也PO在他的臉書上 像比方說嘉義鄉親都說 黃捷就是不是英雄的話不會被評論 高度肯定你的重要性 但是為什麼說是越南教主呢 是因為有一個新的貼文 說是黃捷的臉書 湧入了大量外國的帳號支持 其中文章的內容都是黃捷加油 黃捷好棒之類的 內容幾乎都一模一樣 但是都同一個時間湧入之後 被說是不是越南帳號 英子裡頭的很多留言說 可以選越南總書記 要改名新住民女神了嗎 是真正的新南向嗎 內容大概都是這樣 我愛你 你是最棒的 永遠支持你 不過黃捷也回應 他自己也在臉書在貼文回應說 不可能做這種無聊的事 不會花錢買網軍 但其實他們有把這個截圖 通通都列出來 內容真的都一模一樣 然後時間點差不多 還真的都是很滿相信的 一些帳號的名稱 所以當他自己這段時間 被討論的時候 過去他不是很愛講別人 就是說為什麼愛說謊 這個名詞這次又被掏到他身上 他特別有一段影片是自己PO的 到了災災區去慰問 看看這段畫面 這個音樂PO得有點大聲 那內容講什麼呢 大概就是在說 謝謝你的第一句聽到嗎 當地里民說 謝謝你的助理 從早上一直到現在 好棒好棒 早上到現在都好棒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個關鍵是 謝謝助理 是這樣子嗎 拿出來宣傳 助理颱風天提早上班嗎 回國玩回來了等等的 那當然很多里民 當然相信我也是 都是支持他 也有支持他的朋友 當然也是如此 只是這段PO出來 剛好又凸顯了 是助理幫了很多忙 那施壓里長嗎 這個是當地的其他議員說的 認為說為什麼 7月26號剛PO一個文 里長太太發文了 說都沒有提黃捷 黃捷把這個圖 人家照片拿來用以後 人家里長太太 還是沒有提到黃捷 結果徐彩珍發現 這個圖是從里長那裡拿來的 也不是自己拍的 那之後突然 里長太太趕快發文 感謝黃捷 像這樣發文是不是有壓力 改口不知道 但的確在聯合報 還有媒體大家的看法裡面 大概都是這個方向說 可以出國啦 不過不通假選啦 就是說這個說謊 是比較要不得的 很多民代都在選區奔走 大家各自有選擇 有各種服務的模式 本來院會休假期間 出國也沒有什麼 但問題是他一直在PO照片 說什麼救災 現場的畫面 結果最後才承認出國去 根本不在高雄 這個形容詞是說 造神過火了嗎 有一個青鳥的帖文 李小客相關的內容說 關於天氣遙控器 最好的真的還是小鷹 比較能夠控制水嗎 過去曾經有過賴清德 手上拿稿像遙控器一樣 颱風如何如何 發布警報 難道因為這有另外一個 這字有點小 就是說 這就是另外一個 網路上的梗圖 也是青鳥系列 說不能說的秘密 中國一直在遷就颱風 因為我們的颱風來護國颱風 就把中國的軍演給卡住了 可是我們不是也在漢光演習嗎 所以從太陽花到青鳥 各種的操作的模式 連颱風都可以拿來蹭的時候 當然所謂的霸樑這件事情 也就不稀奇了 公視是拿公共預算 國家的電視台 但是被王鴻輝發現 在公視的台語台新聞專題節目 居然有一個叫做 台灣記事部裡頭 有個預告片上線了 內容是宣傳霸樑拆樑如何的正義 公共電視身為國家電視台 變成黨媒嗎 在幫忙做宣傳 也因此被在野黨來批評 陽明 黃捷的是話題到今天 還在燒的原因 當然是從台灣期間到現在 他的爭議自然也就相對多一些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像這個所謂的指手足 他這句話我實在是覺得 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只有聽過 數錢數到手抽筋 沒有聽到拍手拍到手黑青 那真的是我覺得蠻有創意的 就是說拍拍 拍到手 那意思是什麼 到底是恨之入骨 還是真的要幫他鼓掌 一般來講我們拍手不會拍到黑青 那你要拍多用力對不對 那當然我覺得這一次黃捷 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出國就大方跟大家講說 你是有一段時間 你人不在國內 那你的服務團隊 這個服務不打烊 沒事了 重點就是你不要假裝人在國外 然後又好像一副自己人 在國內指揮落地 結果到了總統去勘災 奇怪 高雄立委全部都在 就獨圈你一個的時候 那就比較尷尬一點 然後這時候你才承認你不在國內 那當然這個相對來講 就會讓人家覺得 那你到底在演什麼 我覺得對於一個年輕 因為冰濟黃捷 他是2018年才選上議員 然後這一次2024年選上立委 他其實是一個很年輕 那一切這種所謂從政經驗 還相對淺的 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往好的學 就是說像他 我覺得他在後面 比如說去跟他的鄉親 他選區的這些選民互動 很正常 我覺得就很好 就是這本來就是你該做的 那明代畢竟不是官員 明代他是因為他是執政黨 他可以多有一層關係 比如說中央的資源 高雄市政府的資源 可以讓選民 第一時間可以可能有一些掌握 那這個是他的功能 比如說高雄沒有一個 國民黨的立委 你去 這個時候我只是覺得黃捷該 奇怪你真的是去扯 柯智恩在國外有什麼意義嗎 還是你辭職讓柯智恩來 當你這一區的議員 看看 就沒有 就扯這個就沒完沒了了 不用什麼都無限上綱到政治鬥爭 像這個議題 我覺得單純就是黃捷 把自己的行程交代清楚 就好了 那至於這個網軍 我是覺得莫名其妙 今天就是有網軍 就是真相就是有網軍 那誰買的網軍不知道 只是說他在你的臉書 那以後我講這個耳魚我炸 以後我講所有要選舉的人 都要小心了 其實莫名其妙一群人 跑來跟你留言 對手買的 那問題是 我說句實在話 如果以黃捷在網路上的聲量 真的沒有必要買網軍 說反串 真的沒有必要 我必須說 黃捷在網路上的聲量 真的沒有必要買網軍 他只要一聲印下 比如說什麼黑熊學院的 青鳥行動的 全部都去給他拍手鼓掌 哪需要呼叫所謂的越南的朋友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大家都要 那個通常網軍就是 一次行動 同一時間 然後流的鹽大概都差不多 他的梗圖什麼都差不多 所以我說 像這種所謂的網軍行為 到底誰所為 我們這個國家 到底有沒有辦法 把網軍背後的黑手揪出來 我想這個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否則後來這個政治人物 莫名其妙就來了一堆 今天可能是越南 明天印尼的 後天泰國的 這個沒完沒了了 我覺得網軍的問題一直存在 存在這麼久了 到底有沒有政治人物 可以去好好的解決 或者我覺得黃捷委員做一件事情 你就說我不歡迎 這個網軍站號來我這邊 今天來一個我就封一個 來兩個我就封一雙 而且我去報案 去向警察局報案好不好 去刑事局報案 說有網軍騷擾 我覺得這種網軍的行為 我們絕對是不鼓勵 至於這個拿 這個政治人物拿天災 或是說拿一些這種氣候的現象 比如說過去因為沒有災情 所以比如說好幾年 颱風沒有登陸 或是沒有造成重大的傷害 然後你繼續說小英是 小英前總統是天氣之職 什麼的 遙控颱風比較厲害 對 那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災情 好 現在災情來了 就不要再去玩這種梗了 就沒有造神的空間 現在災情來了 就是好好面對災情 去找出釀災的原因 哪裡不足 哪裡怎麼樣可以解決 以及就是誠實面對 可是我看到賴總統他 這個除了勘災 第一天講了一個什麼30公分 然後第二天再去講說 淹水什麼彼此還難過 我都覺得這些話 聽在所有有淹過水裡面的人 他心裡面是不會開心的 那如果是真心誠意的 要為災民著想 所有淹過水的人 心裡面沒有一個心情會好的 我想這次賴總統 必須要苦名受苦 當上了國家元首 第一門課勘災的政治學 讓他在上任大概兩個月左右 就能夠去體驗到 什麼叫做災難的政治學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未來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至於這個公事 我覺得罷免關鍵就在於說 他做這個專輯的時間 應該要等到罷免結束之後 再來做這個紀錄片 而不是現在就直接做了 比較像宣傳片 霍雯哥的確 但我們前兩天 也有連線南部的災民 他們就是說我需要沙包的時候 我需要搓水機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需要 我想明代的功能 可能就是幫忙可以轉達這些而已 對於黃捷 你的看法是 這個剛剛楊敏提到公共電視 那幫公事的人事案解套的人是誰 不就是偉大的朱主席嗎 朱主席就是跟民進黨協調說 你分幾席董監事給我 然後我國民黨在立法院就投降 然後讓公事的人事案通過 就是這樣子 然後朱主席提名的一個董事 我們都認識了 然後表決說他被刷下來 這又是何苦 所以觀眾朋友我最喜歡 討論高雄的時候 王潛秋在現場 今天黃捷會變大偉 就是整個國民黨的政治機器 癱瘓掉了 如果今天韓國瑜還在當高雄市長 王潛秋還在當新聞局長 然後高雄淹這樣子的水 那有辦法讓韓國瑜王潛秋 你那裡逛丟就丟死了 民進黨會怎麼操作這個事情 會怎麼去 假設高雄有一席立委 就是柯資恩 然後他人在國外 就做跟黃捷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柯資恩會是怎麼被修理的 這個很簡單 為什麼他會大偉 就是這樣子會大偉 這樣子沒有事 凌晨4點多去開門 韓院長你不是說很嚴重 我也覺得很嚴重 哪有看過立法委員4點 我去撞問 然後開了門之後還 還恰恰恰 很像他是立法院 真的最認真的立委 還在那裡散髮 沒有看過這麼認真的立委嗎 真的颱風來的時候你人在哪裡 剛剛陽明講的 其他的高雄的立委 都民進黨的 通通都在 就你一個人不在 然後呢 然後就是嘴炮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要怎麼去看黃捷這個東西 我就說很簡單 你看民進黨會怎麼操作 觀眾朋友這個最簡單的問題 國民黨為什麼不操作 我對高雄的朋友很抱歉 淹水就是真的是苦 可是高雄長期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韓國瑜王淺秋才去一年多 就被罷免了 你們就喜歡投民進黨 民進黨總統也是民進黨 市長立委都是民進黨 國民黨為什麼不操作 那就是問題在這裡 好 你說我冷血也好 你說災情 災情已經過了 水已經退了 對不對 偉漢兄上個禮拜講什麼 我們要團結救災 好了 團結救災 災已經退了 那現在總要來談一些 對不對 應該談一下責任的問題了吧 為什麼會嚴重 錢花去哪裡 你看看起來這樣 三分之一的前瞻預算 蓋這個自宏池 高雄蓋了二十幾個自宏池 平均應該要兩億 你自宏池蓋這樣 蓋二十幾個 結果又淹水 是自宏池蓋的不夠多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今天是高雄的 這個環保團體在抗議的 你蓋了自宏池 然後把這些 這些杯糖都把它填起來 那你是誰 這是啼笑 你蓋了自宏池 然後把這個填平 為什麼要填平 是不是要土力建商 為什麼不能讓韓國瑜 你繼續當高雄市長 為什麼 黨人財路 你是讓我好你做 顧你做 我們都不用練 高雄的鄉親你們最清楚 為什麼會黃捷會去 越來越大背 鼓掌鼓到你講什麼 我不是針對黃捷個人 但是是你國民黨的政治能力衰退的 我就說很簡單 民進黨會怎麼修理你 你就怎麼去修理民進黨就好了 你不用比民進黨還狠 你就跟民進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國民黨不會做 難怪你選不贏人家 賴清德貴官 你就知道9月開議的立法院 他一定丟一條什麼 治水預算 到時候大家都不能反對 因為反對就是不愛台灣 反對就是反對南部的治水 沒有人敢反對 然後治水預算 大家鼓掌又通過這樣子 國民黨還不敢刪 甚至國民黨還要加碼 不怪你選不贏 你選不贏 國民黨選不贏是應該的 看到黃捷變成 聲量最高的立委我也很感慨 但是觀眾朋友不要誤會我 我是支持黃捷選高雄市長 我很希望黃捷當上高雄市長 然後看看他帶領高雄 會走到哪個地步 其實對災民來說 這個風箭還不算過去 因為水退了 可是家裡的淤泥 今天我訪問一個災民 他就是惡臭沖天 整條街都是臭的 還有很多的問題要解決 韋翰 剛剛惠永哥講說 很希望看到黃捷選高雄市長 我覺得黃捷選高雄市長的機率 在這一次事件之前的話 我也是認為滿高的 而且我甚至覺得 他有可能在黨內初選當中出現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 他是幾T的 怎麼可能 但也因為現在目前表態要選的 包含邱毅 還有媽祖家代不能講的許智傑 然後跟賴瑞隆 跟林黛化 他們這幾位都太資深了 所以黃捷反而突出另外一個點 從剛剛一路這樣講下來 我也看那個影片 黃捷確實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 就是當風災來到高雄 當高雄的財產 生命 跟家園被洪水 需要他的時候 他算是毒缺的 這個對他來講一定會產生差別性 你看他後續在補的時候 這是晚上的影片 他有很多白天的照片跟那些影片 都已經是水都退了 都已經大太陽了 除了那個地下室之外 所以他的學長姐們 我剛剛講這幾位要選的 賴慶德人都到了高雄了 旁邊站著一排立委就沒有他 因為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颱風也不是 我們台灣不是說突然颱風 就在台灣的上空成形了 他是慢慢靠近的 這個時候他選擇不在台灣 他現在就是必須要付出這個代價 他就是被他的學長姐比下去了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到他的角度是說 這些人都在講助理 黃姐看起來其實也挺尷尬 你的助理做好的 做頭到尾 但我也就是 就是可能也就白目一點的 我也問我們大白話的觀眾朋友 你看剛剛這兩批人 稱讚他助理很棒的 他們會下次投給陳美雅 或者是市長投給柯志恩嗎 也是不會 他還是投給黃姐 雖然不是黃姐本人 他亂說你的助理很厲害 這還是黃姐的票 就是說我講了以後 可能大家聽得不高興 就是啊 錢就在高雄最能理解了 你工具人學長會學建黨 就黃姐選市長助理選議員這樣 也可以 對 沒有錯 如果以後是這樣他的助理 就可能就上來了 這是高雄人對民進黨的痛苦 他們確實就是比較 包含水都淹了以後 你看現在陳其邁六都首長的 好感度他還第二名 他只出給張善政對不對 事實是如此 所以回過頭來看 黃姐這一次被其他幾個 學長姐比下去 原本怎麼樣 我講原本怎麼樣 原本黃姐是 唯一一個跨區又跨派系的 他是勇援會 可是他又看起來像賣萌的 或賣戲的 現在陳其邁也有一個叫賣戲 賣戲就有了 賣萌就可愛 所以就是陳其邁他的力量 他後續你不要看 他2028可能不選 可是他還有2032 他可能當選政院長 陳其邁現在目前的好感度 是高的 即使這一次這麼嚴重 他還有好感度第二名 第二個就是 黃姐又是勇援會 又是賣萌或賣戲 因為陳其邁是推薦他進來的 所以他跨戲 第二個他跨區 他現在是趙天寧這一區 他本來是鳳山的 再加上第三個 他跟吳沛毅還有沈柏良 他們會一起開直播 年輕人 民進黨之者喜歡他 所以這一次如果他沒有 在這麼重要的場合 全程缺席的話 其實他一路往下走 2026我覺得 他還真的有可能擊敗學長節 是因為年輕學票 可能在比民調的時候 可是他確實就犯了錯誤 回過頭來 你說那麼多人在 就是所謂的反串的網友 剛剛那個 波及在講 我想說確實應該是有人這樣做 但是誰這樣做 會不會是黨內的 還是這到底誰這樣做 就是說不要他好 所以反而一到這邊 黃姐我好愛你 這擺明的全部都是越南張 下面講說黃姐你最棒 那一看就知道是黃姐 那天文一模一樣 那誰做這個事情 我都是覺得 你意思是說搞不好 民黨其他的參選人 我不知道 因為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我這不是猜測 我想說那些確實是在酸他 可是到底誰 去讓網軍來酸黃姐 我覺得我還蠻想知道答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 Yar我們往討讀 我們 暴